最終結 後話 回到迦勒底的異形人,黑胡子像其他沒有跟來歷險的從者炫耀看到恐龍的事蹟, 於是果然很快就招人燕而被暴打一頓。 而阿基里斯在跟馬老師述說這次的歷險時,想到了海賊C可能的真身。 曾經扭過的線索讓阿基里斯回想起來,海賊C很可能就是建造那幾個藏寶遺跡的人。 但是真實身份還是不明,只是一直強調自己是雜魚海賊團。 所以既是海盜又是魔術師的傢伙,的確是存在的吧。 不過很可惜到最後還是不知道為何塔拉斯克會借給阿基里斯,他以為會有什麼原因。 黑沖田也是把這次的經歷講給古達古達的大家知道, 只有終於搞定噴射引擎的沖田本體還不知道下火已經過了。 還被土方吐槽,引擎很吵耶。 然後看到煉獄又很驚訝,這孩子打哪來的? 信信又嚴起來說,這其實是你的孩子。 來,煉獄會叫媽媽。 正排的哥倫布在教授的酒吧喝酒紓壓一下。 這時教授問起那個克里斯多福真的是你嗎? 哥倫布表示他其實根本不知道小時候有沒有見過達文西。 事實上這兩個人的年齡只差一年,而且出生地離得很近。 雖然那孩子的外貌的確是他的模樣,可是以追逐夢想的孩子而言, 可以說是誰都可以帶路的吧。 莫利亞提此時隨口吐槽了一句,他可不認為有人想成為哥倫布這個樣子喔。 哥倫布笑著說,欸你很敢嗆喔。 接著是游泳裝的勝利者們的海濱遊玩時間。 而喀瑪像是跟立香約會似的講些女朋友才會說的話。 然後又提到立香這麼心不在焉,該不會是因為瑪修不在,所以感覺像在劈腿吧。 最後立香終於忍不住職了,在旁邊被殺買到只剩下頭部的盜滿。 喀瑪表示原來是很在意這個啊。 盜滿表示已經反省得比海溝還深了,希望能夠被放出來。 而且他也會對喀瑪大人送上大禮,還希望他大人有大量能勞過他。 喀瑪就問:「像我這樣的魔王,你還能幫上我什麼忙嗎?」 盜滿想了一下,那就…送上能夠動搖玉族理性的詛咒如何。 喀瑪聽起來感覺不錯,他雖然擁有魔王超強的破壞力, 可是像盜滿這種細膩的工作可就不太擅長。 於是打算成交之際才發現立香早就落跑了。 你各位啊,總是在這種地方掉鏈子啊。 回到Bordent,瑪修與立香也是照慣例的要給所長寫本次報告。 這次是所謂的…暑假作業都是最後一天寫的? 今年夏季的大冒險成為小雯汐心中無可替代的寶石。 至限六 夏之魔王與女神 夏日將近帕爾瓦蒂一如往常的不動聲色盯著喀瑪。 不過喀瑪矛補帕爾瓦蒂是不是太瞧不起自己不會幹什麼大事, 於是搞了本次夏日的泳裝靈機。 不過帕爾瓦蒂認為現在的夏之魔王喀瑪其實更不危險。 立香就問帕爾瓦蒂的根據是什麼。 喀瑪見到帕爾瓦蒂跟立香都這麼親密的在講悄悄話超級不爽, 還當面嗆帕爾瓦蒂說, 你都已經有老公了還在這邊當什麼偷心的貓, 可不要以為現在是夏天他就能容許他的獵物被別人搶走。 帕爾瓦蒂急忙解釋,才不是什麼偷心的貓,是喀瑪自己誤會了。 接著帕爾瓦蒂又繼續跟立香講悄悄話, 就是現在這個表現才讓他認定現在的喀瑪沒有威脅性。 小喀瑪看到他們繼續講悄悄話更不爽了,於是說, 我真的生氣啦,讓你們監視看看夏日魔王的厲害。 於是變出了超級可愛的太陽眼鏡。 立香問,好可愛的太陽眼鏡? 小喀瑪表示,弄錯了,再來一次。 於是這次終於變成大喀瑪啦,二話不說就要找帕爾瓦蒂幹架。 不過帕爾瓦蒂打一打,還有餘育跟立香解釋。 由於喀瑪應該是對眾人平等的愛神,要他只專注一個人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 但是一旦喀瑪改變了自己的模式,積極進攻的話,防禦面反而會變得薄弱。 講到一半喀瑪受不了,決定也要跟立香玩悄悄話。 結果立香真的跟他講悄悄話,希望他跟帕爾瓦蒂好好相處。 雖然立香講的什麼不重要,但是喀瑪被悄悄話的氣音給弄個小路亂撞。 接著因為開心了,所以就嘴上牢過帕爾瓦蒂。 認為身為魔王可不能這麼沉不住氣,都要把自己的格調給拉低了。 還唐突的給個藉口說,立香一定還沒玩夠尋寶遊戲吧, 喀瑪自己也有寶物可以提供來玩尋寶遊戲。 所以就不多說決定先去準備藏寶了,接著就羞恥倉皇的非奔而逃。 而帕爾瓦蒂解釋就是這麼一個狀態,所以現在的喀瑪反而超級好搞定。 帕爾瓦蒂就說反正他也會看著,立香就放心了去參加喀瑪的尋寶遊戲吧。 於是東南西北各個寶物地點,喀瑪都會換一套泳裝。 所以說那個靈衣呢? 最後的寶物喀瑪認為叫什麼麒麟還是黃龍都太老套了啦, 所以乾脆自己上還特地換了一套藍皮,就跟真正的印度神一樣。 喀瑪表示我本來就是印度神啊,這個藏寶遊戲根本是喀瑪換裝秀吧。 不過聽到帕爾瓦蒂又在偷偷嘴喀瑪很好應付,於是喀瑪決定拿出夏日魔王的氣勢。 這套路是不是前幾句才講過啊? 但是仍然被打敗的喀瑪開始反省自己。 這樣一直誘惑玉竹失敗是不是哪裡有問題是? 帕爾瓦蒂反而引導立香要假裝陷入喀瑪的誘惑之中,夏日限定。 這樣才不會因為喀瑪認真反省而引發更大的事件。 於是立香就對喀瑪說,也許我暈船了,只是你沒發現。 後來還說要努力寵喀瑪,例如帶她吃好幾種冰淇淋啦、潛水約會啦等等。 果然喀瑪就變乖了。 如帕爾瓦蒂所言,魔王魔羅的成分沉澱下來,現在的喀瑪相對單純,所以也安全許多。 千萬不愧是老的辣咪。 知限期 暑假特別企劃 古搭古搭特別篇 2021 本體沖田在見到電獄擬人化之後認為,跟小時候的自己簡直是一個模子印出來的。 還問土方認為如何,土方表示問你姐啊我哪知道。 本體沖田還覺得有點遺憾這次沒有戲份。 黑沖田則是天馬行空的說,那哪個為了尋找爸爸千萬無窮這種腦洞主題。 電獄表示你根本就沒有想好爸爸是誰好嗎別亂來了。 這時茶茶跳出來說,暑假就是要來尋寶冒險啊。 黑沖田則是說可是尋寶探險已經結束了。 茶茶可不這麼認為。 黑沖田你太天真了,尋寶現在才開始喔。 她還特地找了尋寶的巫女,悲迷狐來降下藏寶的神域。 悲迷狐覺得挺亂來的,但是神域卻很清楚。 於是鼓搭鼓搭尋寶就這麼定案了。 黑沖田不太妙的說,她的暑假作業都還沒寫完。 本體沖田則是吐槽,到底是誰給你出的暑假作業。 抵達島上之後,悲迷狐畫了一張藏寶圖。 正當大家要朝島中央的藏寶地圖前進時,遇到了在島上原生的小撲不居民。 白路過的海盜黑胡子姐說,原本以為是信長派來的手下搗亂,信長表示才不是她幹的咧。 於是梅杜莎擔任起旁白,述說這可歌可泣的尋寶之旅。 在路上被當作食恩魚魚兒的遺葬,原生新選組與迦勒比新選組的對峙,吞噬人的虛數沼澤陷阱。 在眾人依依的拖堆下,最後竟然只剩下了黑沖田與煉獄。 黑沖田與立香穿越洞窟,總算來到出口。 不過這個空間似乎被扭曲了,竟然又是大空洞。 此時煉獄察覺到不對勁之處,叫黑沖田跟御主趕緊跑回去。 而邪馬台國的超級悲迷狐也傳來訊息,那邊有個大事不妙的東西。 正是風暴的尼偶。為什麼會在這裡呢? 超級悲迷狐解釋,由於當時是最早崩落的尼偶。 當時罰駐戰最先被秒殺的風暴挪布,因為會掉金蛋所以增生了大量人類惡羽主。 所以是離村落最遠的深山中,就被悲迷狐一望進化了。 於是剩下的小尼偶就把風暴凶神的殘骸收集並運送過海來到這座島。 今年累月的收集怨念才讓風暴凶神再度復活。 世界也可能因為這種莫名其妙的東西而結束,所以千萬不能小看這尊尼偶。 身為守護者的黑沖田與煉獄,遭已經見過許多莫名其妙不能接受的世界末日理由。 不過煉獄這次為了守護黑沖田與立香,又把黑沖田給推向出口。 此時的煉獄明白了自己存在在這裡的理由。 原本黑沖田就擁有能夠與世界為敵的力量。 煉獄作為武器,同時也是能夠終結黑沖田的安全裝置。 所以在這裡讓煉獄與那個女友同歸於盡,這樣對大家都好。 黑沖田當然是死都不肯,他想要跟煉獄一起守護玉主。 僵持之際,信長爸爸跟總司媽媽總算出來助政了。 不過就算是這兩人來也不是風暴女友的對手。 信長則是認為黑沖田的話就不一樣了,他有自信黑沖田一定可以。 黑沖田此時跟煉獄說,守護者的工作他一點都不覺得辛苦。 守護者是職責完成自己約定的重要工作,他本來就想要守護這個世界重要的人們。 煉獄罵著罵著就哭了,你們這些人類怎麼都這樣? 就算被利用了還是要繼續被利用,是守護者的工作。 為什麼要這麼傻呢?明明就有方法可以解脫了。 不明白守護者工作的可以去看紅A的過往。 黑沖田溫柔的安撫煉獄,希望煉獄能夠跟自己一起戰鬥下去。 於是煉獄解放自己真正的姿態。 黑沖田成為林珊的馬金瑞吧啦! 一口氣斬掉風暴擬友之後,眾人就開心的開派對啦! 看來黑沖田很受倚藏跟土方的照顧。 雖然倚藏態度很博美,不過毫無疑問是善意啦。 土方還特地拿自己最喜歡的煉蘿蔔給他,都讓本體沖田吃醋了。 雖然本體沖田不喜歡煉蘿蔔,可是他也要啦! 土方表示我幹嘛要給你我珍藏的煉蘿蔔。 本體沖田就跟小時候一樣鬧著要煉蘿蔔。 後來大家要去放煉火了,煉獄看著空中的煉火。 問主人開心嗎?黑沖田回,很開心啊! 這時煉獄才放心的笑了。 雖然黑沖田一直都沒有跟煉獄說, 但是在這漫長的時間,他一直都是很開心的。 全文完